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直我在思考的问题 然后回到开发者现场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原来就是程序员出身了 所以我录过我们公司程序员屏幕的时候 非常羡慕他们 因为我每天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编程 但是编程是一件让人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的理想就是 我的公司如果能够运行到 我可以每一周有一天编程 那应该它就运行得比较成功了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跨领域的应用呢 因为游戏引擎在游戏领域的应用 大家比较熟悉 在非游戏领域的应用 相对来说态度的比较少 而且我在游戏引擎跨非游戏的领域里面 已经工作差不多十几年 所以就把一些我的工作的一些体会 每个领域它的问题 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非游戏领域 其实是游戏市场的三倍左右 所以只是它比较分散 所以这个领域我希望开发者们 和各位专家能够多多地关注 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它 因为这些领域更需要我们的游戏技术 然后我原来是 我原来不是学计算机的 后来对于编程非常有感兴趣之后 我就自学计算机 然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的 获得了博士学位 后来去法国的国家计算机 自动化研究院 INREA 然后做了两年的博士后之后 Crytec的Cry Engine 那种非常酷炫的物理效果 和开放世界的游戏 深深地吸引了我 那我当时应该是研发部 唯一的中国籍的工程师 然后不光做了孤岛危机 Crisis 2 孤岛危机2 还有罗马之子 还有这个 后来我也开始做 把这些技术用在 好莱坞的影视作品里面 老伟在Altetask工作过 我们公司的产品 也是一个引擎 也是一个引擎 我们引擎名字叫Cree Jean 我们有两个版本 左边的对标的是 Unreal虚幻引擎 右边对标的是Unity 当然我们每个引擎 它跟Unreal和Unity 在现时代的游戏方面 还没有100%Ready 但是已经基本上达到 百分之七八十的 这个Ready的状态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 这些引擎先用在 非游戏领域的这个应用 然后反过来我们会 再回归到游戏的领域 这是我们对标Unreal的那个 就是更加偏云端 然后更加偏专业版本的 这个引擎 那里面我们基本上的 这些Entity的操作 还有光照的操作 还有这些CopyPaste 纹理的设置 还有场景的搭建 这些我们基本上是非常完善的 那我们整个UI是 注意Avalunia 一个开源的UI 就是我们这个引擎 把那个Avalunia的 整个的 推得更加成熟 而且打开了差异化 有点像Adobe的这个界面 Adobe设计的3D引擎界面 比如说远处的这些物的效果 是我们兼容了很多影视的这些特效 还有这些物体的搭建也非常方便 还有Material Editor 以及这些阴影的Shadow 还有 我们跟Crytec一样 是RealTime AllTime 我们不做Baking OK 这是我们引擎的一个Editor 一个状态 然后这是RealTime渲染出来的一张图 那除了 这是我们引擎的3D编辑的一个状态 然后其实我们的Time Line 也做得非常好 就是在Cry Engine的基础上 我们做得更加方便使用 更加的简洁 更加针对RealTime的Vitual Effects 还有Film Editing 还有这种商业的广告片 然后我们的这些像 毛发的渲染 应该会略比Unreal会更加真实 和更加就是贴近用户一点 像这些真实的毛发的渲染 以及我们对Alembic 像Film的一些标准格式的支持 也会支持得更好 像我们导入Alembic 编辑Alembic 而且是非常高效的 然后也支持FBX和其他格式的导入 这是我们的一头狮子 这是那个叫 轨道Ghost Blade里面的 一个character 然后我们还有一大特律 因为我做好了 我的影视做了很多年 所以我们把很多 影视界的标准引读过来 像这种ACES的光照的系统 还有OpenColorIO 这种颜色校正的系统 这些对引擎做Film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专业的版本 还有一个版本是 更加偏Mobile 这是我们和很多的 中国的企业合作的时候 使用的比例比较大的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更加lightweighted 这种引擎 然后它主打的是低功耗 还有跨终端 跨端云的这种结构 像这是我们是一个游戏的场景 所以它比其他的游戏引擎 就是商业引擎 可能会更加容易学习一点 那我们会进一步通过AI的工具 和极大的降低它的门槛 让更多人能够使用这款工具 那我们也支持这个粒子特效 还有场景的编辑 另外我们可以一键 一键export 你到不同的这个platform 像手机 还有PC Pad 还有VR和AR设备 以及MR的设备 我们都支持 这个在我们中国市场 应用非常广泛 然后我们也支持 移动端的全球光照 对我们对移动端硬件 花了很多时间去优化 然后去跟踪最新的移动端的 这个性能 这个硬件的 充分发挥引擎的性能 然后也支持面光源 所以我们是在 因为移动端的 对功耗要求非常严 所以我们会在 功耗端会有非常优秀的表现 在某些场景 我们甚至也优移 Godot和其他的一些 商业的 或者开源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支持 reflection probe 所以这些要运行在 像我们的车机系统 还有我们的手机上面 而且作为一个日常应用 如果要打开这个应用 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们也支持实施的布料 还有一个特点 是我们有端云的构加 就是因为 因为端的算力是非常弱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云 去增强端 我们现在整个市面的做法是 直接抛弃端的算力 想直接放到云上 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设计 我们的计算 我坚定认为 是从端到边到云的 不是说从端直接跳到云 所以我们这套构架 刚才你看到的就是说 当我们端的算力不够的时候 我们会用云 或者边的算力 来增强我们本地的算力 使得它达到 以前工作站 才能达到渲染的效果 那我们也支持 BlendShip Dynamic Bone 还有脸部的追踪 还有身体的追踪系统 所以功能已经 比较完备了 当然也支持 AR和VR和XR的设备 好 那 其实我以前是做游戏的 就是我进Crytec的时候 是被游戏引擎所吸引 所以我是被孤岛危机 就是它当时用枪 一设计那个树 然后击嘎击嘎 那个树 往地上一倒 对吧 木屑还不停地掉出来 就是我在Inria的时候 就觉得这东西 我们整个Inria的 Graphics小组 都非常 觉得这个Crytec 这个公司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 我要去工业界 做这种非常酷炫的 这种rendering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 其实游戏引擎的品质 已经接近于 好莱坞的特效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大家知道 我们影视的技术 和游戏的技术 其实几乎从时 开始在这个行业 开始发展 但是其实影视的技术 越来越落会 游戏的技术了 那以前两个行业 是相互看不起的 游戏行业觉得 影视太慢 影视行业觉得 游戏的品质很肉弊 所以我当时 我当时整个公司 只有我跟CEO 还有少数的 不超过五个人 觉得这个事 是可以干的 然后经过三年的努力 CEO给了我足够的资源 我们通过三年的努力 让一个游戏引擎变成可以 渲染好莱坞电影的 这个引擎 这个其实从来没有公布过 因为今天也没有 在线直播 刚才问过了 所以我会有一些 比较 比较 私密的一些话题 大家不要去发 社交朋友圈 比如说我们下面的 移动迷宫2 里面有80个镜头 就大家看到 移动迷宫2 是有三屏版本 然后那个版本里面 有80个镜头 是用我开发了 这个引擎做的 这段历史从来没有公开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颠覆大家 对游戏引擎的 这个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 好 我们先看这一段 好吧 我跳过这一段 我们来先看这一段 sorry 当时让导演们 还有观众 都觉得非常惊讶 而且它成本 基本上可以降25% 最少 然后开发周期 可以加快一倍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领域 当时就是游戏引擎 它的 当时它的特效 已经让360多家 365家 我当时数过 365家 好莱坞的 V2FX Studio 来找Crytec 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引擎 做成一个 可以用来做影视的引擎 所以 经过三年的开发 我觉得基本达到了 经过我们的辅导 我们的培训 可以去用到这么一种状态 但是发现 其实离 能够给所有的人 给所有的 Cutio都能用 还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后面 创业来做我们 Great Vault 历届科技这家公司 就是想用一个新的构架 来服务于这些 同时服务于游戏 和非游戏的市场 好 这是第一个 那当时其实 除了影视特效之外 还有一个叫数字战场 就是用来做 军方的模拟 这是美军啊 这是美军用我们 Cry Engine 当时做三军联合演习 这套系统里面的 运动捕捉的模块 也是我和一个叫 Michelle的女孩子 一起开发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叫Series Gaming 就是游戏的技术 能够真正用来我们的 像国防 模拟演练 消防演练等等 这是陆军的夜视剂模式 其实跟游戏已经非常像 只是它要把很多 士兵身上的数据 要直接transfer real time的link到游戏里面 这是空军的飞机 这是海军 所以这种演练 能够大大降低 实际演练的成本 这也是我们 国家在大力发展的 这个技术 它同时大概能够 当时能支持 10到20个士兵 就同时接进去 如果你要接更 都要用好几个场地 那现在我觉得 它支持的范围 也越来越广 好 所以我们前面 讲到了两个领域 然后就是游戏引擎 在做好莱坞的 影视特效的时候 以及刚才提到的 这种时事的 士兵演练之外 其实当时我们中国 有个叫玄机科技的公司 它可能是现在 在全球来说 实现动漫 用游戏引擎渲染的 一家公司 而且做得非常好 他们有几百好员工 天天在用游戏引擎 来制作他们的动漫番剧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用 Game Engine做出来的 这种我们叫Animation 这种卡通Animation 3D的 它是可以降一半的成本 而且周期可以 效率可以提高八倍 就以前 大家看情势明月 可能要两个月更新一集 后来我们做到了一周一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斗楼大陆 这是心情变 我们就要一进到底 就是中间不能切素材 整个素材 要实时地stream到引擎 就大家看到市面上 有很多比如说用游戏引擎 也开始来做这种特效 但是真正能掌握 这套流程的公司很少 就是如果没有Epic Games 或者说一些 像我们公司这种专业团队 去指导的话 就是很难实现高品质的渲染 因为游戏的东西 跟影视特效的 这个匹配度 其实有很多差异化 比如说它的资产 非常的大 比如说主角脸上一张纹理 就好几个GB 可能就是我们一个游戏的体量 这么大的素材 进引擎通常会崩溃 还有导演是非常喜欢 确定性的东西 但是我们游戏是不喜欢 确定性的东西 否则就不好玩 等等 还有数据的导入导出 还有用户的使用习惯 都是巨大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 这个叫Ghost Blade 全球大概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 大家可以YouTube上面去看 然后我们历劫科技 就是自己创意设计 和玄机科技一起来联合的 去指导的这个作品 然后渲染的也是用我们历劫的 Grey Jean引擎 百分之百十是渲染的 我们来看一下 Ghost Bla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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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鬼刀 Ghost Blade 它是个漫画作品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深得粉丝们的喜欢 所以这个影集 我们做了七年 而且是八个国家的人才 因为我们在德国 都会有一支团队 一起联合攻坚才实现 这个突破 然后游戏引擎也能用在 像这种建筑设计和招商 我们和K11的很多楼 他们以前在修改方案的时候 就发现 告诉供应商 一个修改方案 可能要经过几天到几星期的时间 才得到一个更新的版本 所以有了游戏技术之后 它可以直接在现场就可以修改 我们当时就拿的电脑 就到他们K11的招商的现场 他们招商部门要修改任何的内容 我们现场就修改 就直接导出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这种 非常real-time的解决方案 所以里面的细节 在装修完之前就可以呈现 然后也可以供客户 去选择它的注定的位置 但是建筑领域的渲染 和我们游戏引经有一些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光是非常明亮的 而且非常讲究那种 实际的光照的渲染 就不允许实现那个偏差 但是我们游戏里面是要艺术感 视觉的冲击力是优先 然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们效率的提升的原因 其实我们这种像发布会 演讲会 它会越来越被虚拟现实化 所以以后的演讲 我觉得可能大家像在座的 这位外国的国外的这些专家们 他可能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外 家拿个这个绿幕 甚至绿幕都不需要了 有了AI之后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 我们现场这种互动和会议里面 这是我们和赵旧合作的 一个直播系统 他其实那个人是 在一个虚拟直播间 然后整个的舞台 包括PPT都是游戏引擎 来进行渲染 所以现在我们 Game Engine 其实对于这种绿幕的 高质量的绿幕的机场 还有整个的pipeline 还有以及素材的 确实是目前主要的一个问题 另外游戏引擎在 特别是在中国 这一套就是叫 Digital Twin的这套系统 得到了应该是 市场最大的应用 大家看到 中国的整个的 数字乱善的市场 应该在全球排第一了 就包括政务管理 工厂的管理 等等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和联通合作的 瑞金医院的一个指挥中心 所以它其实就是 给管理着一个游戏工具 来管理它的整个医院 它也是个游戏 但是游戏是用来管理 而不是用来娱乐 所以这里你看 它有三个房子 然后左边是一些 比如说服务的人数 还有就医体验的一些数据 然后右边有监控 监控录像 然后上面有资产管理 所以你通过这种 游戏的方式 可以非常快速地来获得你需要访问的数据 然后也可以直接进入任何的楼房 然后你进入某个楼房之后呢 其实也可以切开任何一层 看到里面真实的 里面的数据 所以比你去寻找很多监控路线 或者说一大堆的二维数据 来去搜索的话 会方便很多 这是打开监控 然后进入一个比如说消化肿瘤大楼 里面各个病房楼都可以直接选择 选择之后 应该就可以选择一个楼层 选择楼层之后 你可以再进去切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病床 还有护士和患者的状态 以及它的设备如果坏了 你怎么去修 它有一个手机端的导航 把你导过去 它是个大屏和手机互动的 这么一种应用 所以这种应用 不光是可以在医院里面 它以后会到我们的学校 到我们的办公室 到我们的园区 直到整个的城市 和整个的国家 和整个的地球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 数字软线和混合现实的体验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非常重要 而且现在做这个应用的人 就是这些企业 其实他们都要去维护 这些商业引擎成本非常高 所以整个行业 也没有出现一个标准化的应用 能够直接拿来 就不用学游戏引擎 就能够使用 来做这些3D数字软身 这样的工具并没有出现 下面一个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我大家参观 我们历届前办公室 和现在办公室 正好我们在这个办公室 做了我们的混合现实体验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用我们历届的 Grade-Gene引擎 这个应该是和华为合作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想把办公室 做成一个XR的迭代 体验和设计中心 所以它包含了各种交互 这是我们的同事 他扫描了这个之后 那我们用华为的定位技术 就可以把空间扫描 然后它的这些白膜和定位 都会非常精准地设立出来 我们用 这是我们用手机展示的 但是也可以用 XR的眼镜来看 这是我们历届 小机器人小李 这个logo也是虚拟的 你看我们引擎那个半透明 其实做得非常好 叫OIT Order Independent Transparency 所以这个logo也能随时换 而不是说你装修之后就不能换 而且颜色也可以随时换 那员工到了之后 可以在左边签到 就你用手在屏幕上 就可以把自己名字签上 就看到谁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虚拟的 一个签到板 然后那个圣诞树盒 下面的礼物也是虚拟的 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员工 都有一只宠物 所以他会一直陪着你 在你的office 让办公室不再冰冷 是吧 让办公室温暖起来 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点 所以签好到之后 就可以往办公区走 然后这个是一条洞线 就引导你进去参观 然后我的宠物 毛哥的宠物就跳上来了 说我饿了 给我个骨头吃吧 那我就可以去喂他 它是一个多轮互动的 就是很多员工 可以拿到这个手机一起 来玩这个游戏 这是第三视角 就是我用手机 是看到的是这种状态 好 大家知道我们的脊椎和腰 通常不太好 程序员的脊椎也不太好 我的脊椎也是有点问题的 那我们可以偷偷篮 是吧 就举高 一起玩一个多轮互动的篮球游戏 然后也可以进行这个比赛 然后也可以扔飞标 这两个活动呢 大家都非常喜欢 然后也可以用来做 客户的方案讲解 就是我们数数栏生类的项目 就可以在这种方式下 给大家讲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能做哪些功能 这样客户就有一个 非常直观的感受 而不是用一个 三二D的视频来给它展示 而且这个是可以互动的 这个是对客户的 这个方案的吸引力 同时呢 我们也 这个引擎也能够 支持一些物理 我们也支持物理计算 我们集成了物理引擎 所以打开 我们后面一个美女 是吧 这是海星烟 然后如果办公室 是非常boring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顶打开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更加漂亮的世界 环节我们办公的压力 而且我们有集成的UGC的功能 就是你画一个圈 就可以出一个气 就会选一个颜色 然后它就可以飞到天上去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游戏引擎能够交给 越来越多的用户所使用 而不只是专业的人员所使用 也可以切成这种浩瀚星空 这是我们在杨浦区的办公室 现在我们搬到了 徐会的超合金 就是有了一个升级版本 我们是希望把我们 超合金的办公室 变成下一代的XR的 设计体验和测试中心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我们历届的 一个会议室 在会议室里面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终端体验店 就是手机体验店 我们会持续地迭代这个版本 小力AI机器人 然后这个AI机器人是集成了 文心一眼 百度的文心一眼 最强现实 是一种将虚拟信息 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技术 传送门 压汽车体验 那你可以进行 汽车内饰 车机展示 就你可以在我们办公室 就可以来设计和体验 你的汽车 或者装备你的汽车 汽车虚拟体验 比如切换它的颜色 植被生长 然后你走进去的时候 那个植物是跟着生长 保龄球游戏 也可以打保龄球 宠物交互 跟随 那我们宠物的数量 在迅速增加 所以以后每个客户 也能领养一只宠物 而且它是在云端 历届游戏介绍 这是我们三年以后 想做的游戏的 一个concept design 就是一个女孩 发现这个世界是被模拟的 然后在她绝望的时候 就有历届我们创造 躲人篮球游戏 进入这个游戏 也可以玩多人互动的篮球游戏 这个大家都很喜欢 而且以前太难了 没有人可以打中 现在我们有hack版本 就领导一来 只要按一下就能中 领导都很开心 以前我们很尴尬 说你往这里再猫一点 半天都中不了 我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 我们游戏里面叫God模式 God model等一 然后领导们都能中 好 前面是我们的一些工作 因为我基本上都是视频方式来展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历届是特意避开了游戏赛道的 就是我其实真正是做游戏出身 我发现下一代的游戏引擎的构架 一定要从非游戏开始做 不能是从现在的游戏去做 因为非游戏它会推导出一道新的端云 更加 让更多的人使用 并降低门槛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这个机会 我们叫series gaming 那么严肃游戏行业的痛点 我们说游戏本身 它也面临比如说云端多GPU的方案不成熟 它很难利用手机端的CPU和GPU的算力 没有端云的方案 那智慧城市呢 就是它是不能等待 比如说我们游戏一个关卡一个关卡过的 它必须要整个的国家或者城市 最起码能够无缝地去切入 然后它数据通常也太密 就是我们游戏引擎根本没法承载 都要经过简化 能不能有更好的简化的算法 来降低这个大家的重复制造数据的这个难度 以及其实政府对引擎是有自主可供要求的 所以也给我们在座创造了机会 还有影视动漫广告是它的速度太慢 它是游戏引擎的五百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行业的伸展力的提高非常重要 然后它的成本也非常高 所以在这个行业的这些企业 其实都不怎么赚钱 生活都非常艰难 包括好莱坞的公司 每一个画面的背后都是血泪 然后AR就是功耗高 然后没有端源的解决方案 这套交互其实也要用新的引擎来进行支持 还有建筑加装 其实它的渲染的光照 就是跟我们游戏引擎有较大的差别 然后车载系统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和我们最近获得比亚迪的投资 就是我们在3D Graphics Engine 在车这个赛道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点 大家也非常关注 就是智能驾驶舱里面的3D的交互 它的语音的交互 其实车可能是MR的一个非常好的 实际性的实验场景 因为语音手势 还有多频的交互 还有以后车的玻璃变成一个显示器之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MR的设备 还有教育和模拟和演练 我当然大概说了一下 就是他们其实教育行业是非常 需要门槛极低的3D工具 就是没有经过学习老师和学生 就能创建内容非常重要 而且海量数据库的支撑 那我刚才说到我们是从非游戏 non-gaming再向Metaverse进军 而现在的引擎是从游戏再到非游戏 所以我觉得 我更看好的是从非游戏出发 再进军Metaverse 而且基本上整个赛道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历劫做两个引擎往这边走 就是这个思路 然后我们整个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 是我们目前整个人类正在经历的 大家提元宇宙提的太多 老师会问元宇宙是不是太虚了 元宇宙是不是我们玩虚了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会虚 元宇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大家如果聊太多的元宇宙 而不注重去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努力的话 我觉得元宇宙实现就遥遥无期 那我们会发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数字智能 游戏化和人能参与 所以我们的游戏技术 一定会被快速地扩展到 非游戏的领域 以前游戏技术和途径技术 没什么存在感 都是什么视觉 什么AI 现在AI把一切都盖下去了 盖完之后 大家发现好像也没什么爆款的应用 好像行业也推不动 我觉得核心是我们要去理解 第四次工业里面的框架是什么 它是融合这些技术 AI只是一个工具 我们如果不把这些技术连接起来 去把各个行业 游戏和非游戏打通 去做更低的门槛 我觉得永远不会有突破 当然主要是一来一设备 所以下一代的游戏技术 是接下来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它甚至会成为3D的OS 3D的操作系统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再为游戏服务的话 应该 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接下来是三年 是整个OS定型的三年 核心原因是苹果 今年推出第一代 明年第二代 2026 2027推出第三代 我觉得基本上OS就定型了 所以我们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三年 那第四五工业革命的核心 其实是游戏 游戏会成为主角 所以我觉得为游戏工作的工作者 会非常的幸运 然后我们会从实时游戏开始 去把比如说3D的管理 娱乐 社交 会议 创作 办公和小程序 在这里面我最看好的是 管理和沟通 就是大家都会想 爆款应用在哪里 我觉得爆款应用可能就是我们 代替我们出差的 这种沟通类的应用 以及我们的3D的管理 和下一代的游戏 下一代的游戏 已经不再是一个 纯粹的游戏APP 它是会打通你的 意识住行和工作的 另外就是人人参与内容的创作 不再是专业人员来 为这个创建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都是 2D领域内的标杆性的应用 接下来会有一个3D的爆款应用 把所有这种都给颠覆一遍 而它的转换的支点 就是我们的设备 比如说车 比如说XR的设备 还有手机 由于XR设备和车的 这些新的交互导致被反推的 这种交互 会引领整个的变革 那我这里非常强调 新能源的车 因为车是移动代码节点 然后苹果的设备的爆发 会引领整个全球的发展 所以今年推出来 苹果推出Vision Pro之后 其实各个厂家 对这个的投入就开始增加 对吧 硬件设备 以前大家没啥信心 那明天会推出Vision Pro VR 是一个更加轻量化的 很可能接iPhone的 这么一款设备 而且成本会更低 那个时候我觉得初步就有 消费者会比较喜欢的应用 开始出现 然后再到2026年左右 消费器的AR 我们就MR比较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光波导 还是这个视觉 就是VSD还是OSD 会成为主流 现在不知道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的概率 所以两个东西要并行 好 我这个报告 讲的比较快 就到此为止